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几乎就来了 只讲五块银金了 终于彻底了 先改了刀 尽量小坨一点才烧得住 阿哥 电火哦 要不再开干 鸭子冷水下锅 下入葱姜 花椒 料酒 出水去腥 枝姜皮油盐在我们四川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你是鸭子最经典的一种吃饭 比不可操的就是泡椒泡椒 全部切碎 再准备点青红椒 切成通通 再准备点青红椒 稍微长一点 起锅前再放 配菜就准备有芝姜 把它切成厚厚的薄片子 不能太多了 这个有点烂 水开后捞出来用切水洗干净 烧油 再来点猪油调成混合油 吃起来更香 六层油温下鸭子 先把鸭子稍微爆干一点 吃起来更香 爆到微微翻胶就可以了 炒一个档档 消点豆瓣 泡姜泡椒 继续翻炒 炒香以后放入一半的芝姜 来点点生抽 加入两罐啤酒 可以再放点香醋 爬得更快 烧开中和四十分钟左右 害怕我熬不动加十分钟 四十分钟后放入剩余的芝姜 配菜青红椒 搅拌均匀大火手指 搅拌均匀 摘来点变糖 鸡筋 要在那里起锅 一道经典农家菜 芝姜啤酒盐送给大家 就是这个芝姜啤酒盐 我后几点皮 问你们要个小红星 你们会给吗 谢谢大家 来 往往清喽 要得点很干 你看这我下巴 下巴是最经典的 应该都跑了 你看 你上旁边 好吗 好呀 这一道水冷 水冷 我都好久没吃鸭子了 哎呀 但是红油必须 这种正宗的四川菜嘛 哈哈 在我们四川农村 这个吃饭就是最经典的哈 芝姜啤酒盐 我要吃点香 挺香 嗯 吃点 但是芝姜不能放多了哈 放多了辣的 做芝姜的辣比海椒的还有兄弟 脆生生的非常爽口 江大口蒜来心 青江再来都只来到嘴巴 嗯 再来嘴巴了 嗯 蒜来心啊 蒜或者海椒是最耐心的 普通话说 江大口蒜来心 海椒人不良心 嗯 还缺了个凉菜啊 太好吃 嗯 太好吃了 这些配菜也非常好吃 全部吸取这个鸭子的精华 哎 哦 太好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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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這咖子里面都不能再尾得起 嗯 嗯 整个哦 哈喽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的话 我也喜欢富龙才 请观众们 我是他们 我们等着见 拜了 拜